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钱力委 郭正亮 大家平安 台北市议员许小新 大家好 还有评论员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 高嘉宇被家暴 衍生出来的政治风暴还在扩大当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已经被积压的林秉书 他满口谎言言形非常的乖张 但是怪物是怎么养成的呢 他昨天被积压 上车之前 他和记者有这么一段对话 听听看 你为什么话想特别高 高嘉宇会很开心 他应该很开心 为什么你觉得高嘉宇会很开心 当初很多网友去 去周园扣去民进姐妹骂的时候 他私下也很开心 很多人在骂总统的时候 他私下也很开心 他就真的是一个受害者 我在这边再次跟他道歉 对不起 好不好 就嘉宇跟小马已经赢了 然后我这边就是道歉 对不起 好不好 那放我一马 好 这个加暴案意外的扯出了 这个林秉书这一号人物 他的这个人脉超级超级的强 好像这个绿营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好像他已经是一个人物 那过去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他是谁 那亮哥你可能是兵员 他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手机 在林秉书手上 他跟高嘉宇的手机通联络了 你救他 你可能曾经跟他传过 对 亮哥你可能不知道 不过这个我们现在就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米娜上上下下 好像叫得出名号的人 都曾经跟他有过这个 不管是脸友 不管是传过LINE 不管是通过话 你可以看到林秉书 他的双面嘴脸被戳破了吗 当这个检警上去找他 到饭店去搜索的时候 他还说你们凭什么查 我那当然需要出示一些鞠票 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证件 然后林秉书有很多推托之词 那在这个事件在周刊揭露之后 你也可以看到林秉书 他就用各种的方式 不管是传LINE 传脸书的Messenger 他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们要帮我说说话 他可能发了到新潮流 到各种国安单位 我不知道 各种人除了亮哥之外的 民意党的一些党员们 或是明代们 或者是不管是在位的 还是已经卸任的人 你们要帮我说话 因为我被高嘉瑜给骗了 我没有打人 都没有 你们要帮我说话 那甚至他又发了很多的LINE 告诉我 求高嘉瑜 放他一马 求高嘉瑜给他一条生路 你看这都是他传出来的 好几个脸书的 这个LINE的截图 我不会有做任何反击 我都接受 你可以不要再攻击我吗 变成一个受害者的姿态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过去林敏书 不只是对高嘉瑜 他对超级多的前女友 曾经有做过一些 不OK的事情 甚至他也会在旅途中 他去旅行的时候 搭山一些人 也想要做一些暴力行为 我们来看看这是律师 李津奇他自曝 他说在几年前 他到欧洲去玩的时候 有被他搭讪过 被林敏书搭讪过 认识之后发现 他有暴力倾向 擅长情绪勒索 而且比较可怕的是这件事情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用来捶肉的那种小锤子 他随身携带这个小锤子 干什么 在旅途中做饭吗 炸排骨吗 不是 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攻击人 然后在巴黎 他去这个脱衣酒吧 可能去开开养婚吧 结果还伸贤猪手 拜托欧洲的保全都很凶的 后来被逮到了 就被罚600欧 他没有钱赋 还打电话给他 说可不可以帮帮我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看起来非常的诡异 情节也非常特别 大家看看 林敏书他被积压前 他又特别讲了一句话 他料了一句话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威胁 他说家瑜 小马 你们赢了 小马是谁 小马是高家瑜过去的助理 也是他的前男友 我们来听听看小马 他怎么来回应这件事情 林敏书完全是一个恶魔 他活在纯粹的谎言跟暴力里面 昨天在收压前仅有几剩 仅有一点点的时间 他应用这个仅有的时间 不断的说谎 首先他说很多影片 部分影片是高家瑜总经 但从来没有 影片都是由林敏书所拍 他通过高家瑜的时候 高家瑜完全无力还手 而且他是把高家瑜 压在地上拿头 垂地重击头部 但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谎言 他将来在法律上 法庭上脱罪 已经想好了借口 这几周 这两周的恐吓罪的问题 因为他一直会想要杀我全家 所以我会去告他的 我们请主导 我觉得他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路人 我想要跟高家瑜认识 我想要跟任何一个立委认识 没有介绍人是不会进到饭 吃饭饭局这种状况的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到现在 后见之明觉得林敏书 真是一个头顶身疮脚底流浓的烂货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要回去想一想 有没有人帮他做仲介人 让他可以认识这么多人 这个所有的事情 当你把它集合在一起 你发现有一个不寻常的问题是 他怎么会好像认识绿营的大部分的人 而且那个关系很密切 第一个你还记不记得 范云跟他的合照 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看起来像是一个饭桌 对 面前还有一个菜 那我们就这样讲 范云会跟不认识的人吃饭吗 应该不会 那梁文杰也讲过 他说他们自己绿营内部在聚会的时候 饭局出现在同桌 那一定是有人带他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思考一下 这个亮哥可能还在调查 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保证人 我爆料 亮哥要爆料了 大家仔细听 来 那个新系有一个公关公司 一家叉叉公关 新潮流系的 对 然后李秉书跟其中一个经理非常熟 那新系很多活动都是他办的 所以他就带他进场 那因为大家都认识那个经理 这个经理是有党职吗 没有 他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吗 这家公关是新潮流的政治人物投资的 OK 所以他也没有党职 他也不是台面上政治人物这个经理 就是协助大家做政治公关 比如说竞选的活动 做文宣 长期做 那因为很多厂他都带他一起来 所以大家就认识他 所以他就等于是拿了一张门票 大家都觉得说你被认可了 所以大家也都接受 这些人还有别的能力 比如说后来他就听说有一个大佬 就很欣赏他 新潮流大佬吗 对 亮哥点头了 新潮流大佬现在还仅存谁 很多 大家想一下 大家想一下 在这个林秉书的妈妈告别式当天 可以说是关盖云集 至少花海一片 这个方明路 必须讲方明路是为什么 因为上头会有谁送花 谁会来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人 我们截取一些这个政商名流的名单 包括三立董事长林宽海 民事副董 黄明展 司法院院长许宗丽 这个还有十多位立委 就没有办法一一列出来了 那亲自 本人跑去告别室那边碾香 坐在那里 有的是坐十分钟 有的坐十五分钟 有的坐半小时 有谁 武甄 戴伟山 梁文杰 他被市议员 谢欣宁 前立委 他自己自曝说 那在这个场合 他可能遇到一些朋友 他就说 你们都跟桑家的谁 比较熟 大家都面面相趋 好像营造一个大家都不熟 等等 这是事后的补充说明 当场 不是当场很高兴 是 好 那我们必须讲 这个还有谁 刚才有讲到新潮流 那我们就来看看小段 这个江湖人称小段的段仪康 因为他是前立委 然后最近他也比较少出现 那大家这个亮哥知道 段仪康对于人情的往来 这些送花送礼 好像比较少见 必须讲比较少见 可是段仪康他人应该没有到 可是他有送两对兰花 这个一对兰花是三千元 花了蛮多钱的 这个我也送过 那绝对是非常好的朋友 绝对是非常好的朋友 才会送这样子一对兰花 所以这个就很起人疑动 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人脉 那这个黄康明也爆料了 他说这个母桑的这个赋文 可能是批图的 因为为什么 他这个乱发一通 给大家的这个LINE的 这个就是说 发给亮哥 发给巧新 发给朱大说 请你到这边这边 这个一兵二兵的几厅 现在有总统副总统 司法院大法官 立法院长 中研院副院长 14位立委 台租电董座 台积电董座都会来 博使馆的馆长 大学教授都会出席 我们肯辞这个电宜 那天啊 总统会出席 这何等的大事 最近疫情 还有各种公投的宣讲 这么忙碌 百忙之中 总统都会抽空出席吗 是他自己这个画蓝花吗 还是怎么会这样呢 好 我们来看看 后来他有去查证 他有去问总统府 总统府说没有这件事情 可是 巧新有自己的这个查证 对 我去问了台北市的殡葬处 因为其实外传说 总统当天本来要出席 但是后来没有去 所以我问了两个单位 第一个是警察单位 警察单位是确认 当天这个时段 总统车队 不会问总统本人 总统要来一定会有总统车队 他有违案会提前告知 我不知道他哪里听 这边有写 二兵针一听 针一听 那总统车队如果有来的话 代表说他的人到现场 那他如果在那个时段 有在现场 他就有可能有参加 那我就问警察 警察没有 所以总统最后没有去 这是事实 但是我问台北市殡葬处 殡葬处告诉我说 本来有要去 但是后来接获 有人会来闹场的讯息 就没有来了 就小马嘛 对 那我就想说 会不会是那个林楠在说谎 所以骗到了冰葬处 但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说 因为总统要来之前 国安单位跟警察都会事前通知 所以他们会收到通知 那显然他的说法 比较不像是林楠去欺骗了 这个冰葬处骗到 所以看起来就是蔡英文 本来有可能会出席那场活动 一直到掌握到 高嘉瑜传讯息给警方骂 会有人来闹场 也就是所谓的小马 这个被通知说会有闹场 所以他才赶紧取消的 我们看到巧新桌上 有一个立牌 有个手牌 那上头这些这个附文是不是 还是方明录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他自己这个乱七八糟 自己是乱搞的吗 来 我要告诉大家 这边是他所谓送花的方明录 那基本你应该要有送花 因为这个会登在现场才对 你有送花才被写在上面 不然大家左看右看 没有两束花 让你上面写一堆名字 这样也是难看 可是你看这边立法委员 什么都非常的多 非常多人 像包括郭国文 范云 江永昌 罗智政馆 碧林 赖品渝 这些全部都是有送花的名单 那很多人就会说 这个送花有什么 名代不是本来就会跑红白帖 本来就会送花吗 我要告诉大家 我还请我的助理去统计了 我担任议员三年以来 大家知道我送过多少对花吗 多少 18对 才18对 只有18对而已 所以你是真的你有认识 或是有重要人是跟你请托 你才会去送这个花 因为花一对是三千块钱 其实对于我们在台北市 来说的名代来讲 是蛮大的开销 所以每个月是有限额的 所以如果你是说 所谓的电子晚帘 当然可能通通都有 但是到送花的程度 那不同一般 然后上市公司 可以说非常多 这些上市公司 我自己作为一个议员 我很多人都不认识 我根本不认得 这个你要至少立委以上等级的人物 你才有可能接触到 这么多的公司的董事长 你邀请他们来参加工期 所以我常常在想 就是这个乌鸦嘴 如果我今天去世 我的那个方明录 敲一下敲一下 可能没那么多人 大家懂我意思吗 我自己都不觉得 如果我去世的话 有这么多人会来到我的现场 再敲一下 再敲一下 所以你就知道他 他的影响力 在民进党里面是多大的 你可以看上面蓝营的人 几乎是没有 我没有看到什么蓝营的人 几乎全部一片 都是偏绿的人士 所以这个林秉书 我不是靠高嘉瑜 我告诉大家 高嘉瑜叫得动这些立委吗 叫不动的 他在党内的人员 好像常常说不是很好 叫不动这么多人的 所以有一些例如馆长等等 当然可能是跟高嘉瑜有关 但是更多人应该是依照 这个林秉书 在绿营的社交圈里面 本来就已经闯出一定的名号了 来 我们主导 那个曾一厅可以坐96个人 可以坐96个人 是里面最大的厅 最大的厅 对 但我们刚刚这样讲 上市公司的动作 大家如果要去请托他事情 跟政治人物不一样 你要通过大秘书 然后大秘书要去问老板 老板这个人你是不是真的认识 然后才会送花来 不然我们这样讲 这些大秘书如果没有审核过 你看今天不是背后吗 但他们就是审核过了 还确认说OK 这个可以送 那就表示有人在替他背书 甚至搞不好是这个有人 打电话跟他们讲说 能不能卖个面子 我举中间一个例子 中间据说范云有帮忙 要总统的晚联 那也就是总统晚联 不是我们一般这种 平头小百姓去跟总统府说 我要一个晚联 总统就会给的 要有人去交代 那我们自始至终都要讲的是 没有这么凑巧 就一个人可以骗天骗地 骗到大家都认 你有没有觉得上一个人 骗到这种程度的 还没他成功 叫做黄旗 黄旗的诈骗是用社交工程 就是我打电话装 然后说欺负你可能不明白 所以我到柜台去骗说 我是某某金控的董作 然后订了一个房间 但这个不一样 林秉书是骗过这些老江湖 老经验的人 甚至很多是当面见过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 后面甚至刚刚阿亮有讲 是一个星系公安公司的经理 这个经理够不够分量 还要再讨论 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 他上面有三个大股东 都是大老 就是这家公安公司 这家公公司 这家公安公司 要网均服务 对 这家公安公司 好像这个背景 就是这个新潮流 然后它的背景非常非常的硬 我跟你讲 你想一想 你可以让PC用董事长 送花球的 包括元大金融 董事长及全体员工 到底谁在帮他背询 然后你想台尼的董事长张安平 具名 具名 然后万海的大股东 就是陈志远 这是具名 这都是具名 然后都是送花球 所以这件事真的太诡异了 这绝对不是林秉书的这个人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政界 我们这样讲 政界好骗 就是大家要关系元榮 对不对 我可能 这个 巧欣也不认识我 但我说家人有需要 你就给个面子给我 商界干嘛要卖你的面子 那个也不会到花球的程度 因为要花钱 我们一般就是送晚年这样 要花钱 因为你要送这个花篮或花圈 不好意思 本人是送花圈的专家 你那个要花钱的 你不是说随便可以送的 就是你想想看 对一般名义代表 就是我给你一个晚年零成本 可是我要送花圈去 那个花圈三千块都便宜 我通常是送一座四千的 所以上次送 一座是四千 对上次送卫福部就一万六 好贵 而且还被告 也不是后来也没事 但我要这样讲 送花圈绝对非比寻常 在礼数上面也要够 而且你看 他的那个厅要够大 如果不够大 我光十几个立委的花圈 就装满会溢出来 最大的 刚才亮哥已经讲了 里头可以容纳98人 这可以说是贝极哀容 而且根据当天 在现场的人士告诉我们说 那件事有点像是 哪个国丧 或是大人物去世这样的排场 所有的民意代表进来 还要排队 就说一次只能进去两个人 然后行李完了之后出来 再这样子绕一圈 所以以这个亮哥看过这么多 像这样子 红白铁 还有很多这样子喜宴 婚丧 跑过这么多 像这样的排场 是已经比立委等级还要高的 可能要去问一下 是不是陈胜文他爸 帮他办的 当然是 立委没有这种排场 很少 有一些是非台北市的 比如说我曾经参加过新北的 有一些人就在外面租个地 那些家族很大的 现场大概有5000人那种 所以现在所有的绿营的 不管是立法委员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政治人物也好 急着切割 到底为什么呢 至少他们都说我不认识 或是我跟他不熟 只见过一次面 或是只通过一次电话